据俄罗斯陶斯社12月19日报道,日本MHK电视台中三发布消息称,日本海上自卫队将在本周末与美国和英国海军举行联合演习,演习将在日本南部的太平洋水域进行。 演习的积极阶段,预计将于12月22日开始。 参加演习的包括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朱云昊直升级航母,英国皇家海军R-23型护卫舰阿盖二号HMS,阿盖尔,F2-301,以及美国第七舰队的军舰。 他们将演练在各种情况下的互相协作,包括接近战斗冲突的情况。 日本MHK电视台认为,英国、美国海军,以及日本海上自卫队,举行联合演习,是为了向中国发出信号,因为中国正在加强在东亚临近海域的军事活动。 在此前一天,日本政府通过了新的防御计划,特别是要对朱云昊直升级航母进行现代化升级。 在升级结束后,朱云昊将变成一艘轻型航母,将能够它在F-35B短距离垂直起降战斗机。 嗨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